大家好,我是小年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女权地位极低的阿富汗 这些女性从小生长在极其不公的环境下 她们外出必须有男人陪同 并且还得裹上布卡 不能露出身上的任何一层肌肤 最要命的是 她们不能工作不能学习 或者对她们来说 真的很难很难 而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阿富汗乃兵家必争执地 所以在异军塔利班突起后 整个国家就开始以极端的方式统治着 女主帕瓦娜整天跟着父亲在集市上 给人提供代谢 带毒 也会摆摊变卖家里的存货 在没有战争之前 她是一位人民教师 所以在这个女性不能学习的糟糕时代 父亲还是偷偷教女儿识字 本来糟糕的生活却因为一条小狗的出现 而变得更加糟糕 因为她在挡乱摊位 所以潘瓦娜急忙出生 想要赶走她 结果潘瓦娜的声音 却引起了塔利班士兵伊德的主意 她与潘瓦娜想要吸引别人的威忧 而进行教育 还比拨上战场而丢失一条腿的父亲 必须站着回答他们的问题 即便伊德认出了这个男男是自己曾经的教师 但他能就嚣张跋扈 他过来管教的缘由只不过是看中了潘瓦娜 父亲以潘瓦娜有了婚嫁为由而婉拒了伊德 结果伊德尾随他们找到了住址 然后派人以父亲叫潘瓦娜学习为由而抓进了监狱 在这个年代 一个家庭失去了男性 那么就等于失去了食物和水源 帕瓦娜和母亲决定写信 去监狱申诉 从家里到监狱的路不算远 但却是他们母女俩走过最辛苦的路 因为要时刻的地方被人注意到 在好不容易到了监狱时 连申诉的地方都还没有见到 就被门口的人给打伤了 父亲唯一一张照片还被撕碎 帕瓦娜家里还有个弟弟和姐姐 家里没够多久就已经断粮了 帕瓦娜尝试带钱出去采购 但是即便有钱 也没有人敢卖给女人东西 而且一旦被发现 还会被塔利班的人追打 帕瓦娜第一次外出就丢了钱包逃跑 而宣告失败 家里人没有责怪她 为了能够得到食物和水源 她拿起了剪刀剪断了自己的长发 把自己伪装成了小男人的样子 果然变成了男男的帕瓦娜 成功买到了食物 并且没有人会注意她了 这根穿着不甘外出时 被路人注视着完全是两种感受 在回家的路上 她亲眼目睹了 打算出门给孩子看病的女性 被人堵在家门口 他们不管什么理由都不会通融 没有男人带路 没有穿布卡 一律不得出门 本来买到食物的喜悦 就因为这个事情 而一扫而空 接着她发现 原来女排男装的 不只有自己在做 以前的同学基亚 早就已经这样做很久了 男性的身份 拿她办事特别方便 本来还在担心这个做法 危险的帕瓦娜 在得到基亚的安慰后 便不再害怕 反而想要利用自己男性的身份 去救出爸爸 但这个电头一出 就想到母亲强烈的反抗 帕瓦娜跟着基亚 开始找地方工作 看着这个鬼影精怪的女孩子 帕瓦娜突然询问 如何 想去监狱找人 基亚告诉她 有钱就行 只要有钱行 换业很多事都可以办到 于是即便母亲不赞同 她去救父亲 可帕瓦娜是绝不妨弃 她回家找出之前 父亲变卖的东西 还支持起来带族 带鞋的服务 结果第一单生意 竟然是塔利班的人 拉扎克 心里的内容写到 拉扎克的妻子 因踩到地雷爆炸而去世 听到这个噩耗的拉扎克 没有落泪 但这个人却仿佛 没了灵魂一样 她钱也没有付 信也没有拿 就这样落寞地走开了 帕瓦娜没有去找她要钱 虽然她确实很需要用钱 但第一次读信 就是这样凄惨的内容 她甚至离别的痛苦 如果这个世界能够和平 那该多好 她经过白摊 赚了一点钱后 她认为应该够了 可是 再到监狱后 却没有见到父亲 反而 她被暴打一顿 帕瓦娜询问基亚为什么 那基亚回答可能 是钱不够 所以赚钱成了帕瓦娜 目前最大的愿望 她不仅仅是摆摊赚钱 还在空余时间 跟基亚去打零工 但是现实的遭遇 就是即便身份 已经转回男性 虽然在很多方面 都得到了优待 可是底层人民的身份 却始终无法摆脱 所以在打工的时候 帕瓦娜总是被老板 给苛扣工钱 但是基亚却很少 面临这样的问题 或者说 应该是即便被苛扣工钱 也不问烦恼才对 因为她比帕瓦娜 更懂这个世间的生存法则 除此冤怀了她 在这不公的环境下 不断地反击 她生在一个无碍的家庭 所以她只想自己 一个人攒够钱 然后离开这糟糕的地方 她想要去看看 嗨 是不是真的是蓝色的 帕瓦娜听到基亚的梦想后 不禁也有了向往 于是 两人在这夕阳下 有了一个约定 以后 一定要到海边 合伙做生意 他们开始更加努力地赚钱 结果有一天 帕瓦娜在摆摊的时候 就遇到了拉扎克 她不是来找帕瓦娜麻烦 而是来支付 上次贷毒的费用 这个长相看似 出广壮汉 却很有爱 她想照这封信上 写着妻子的名字的地方 在哪里 在指出来后 帕瓦娜得到了一笔 很不错的报酬 接下去的日子 拉扎克就经常来找帕瓦娜 她想要帕瓦娜 叫自己写妻子的名字 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关系倒出得不错 帕瓦娜也看出了拉扎克 和加塔利班的人的不同 于是 她突然有了个想法 她想要紧求拉扎克 帮帮自己救父亲 她没有隐瞒地告诉了拉扎克 关于自己父亲的事情 拉扎克听完后 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让她在下桌山的时候 来监狱一趟 自己的弟弟在哪里工作 可能可以帮到帕瓦娜 在这等待的期间 帕瓦娜不能停下赚钱的脚步 可是倒霉的她 却在一次临功的时候 遇到了伊德 对方好像是这次工作的管事 她那小众把扈的模样 还是没有改 在吉亚因体力不知 突然想要休息一下时 两人被伊德盯上了 并且伊德还认出了 女卖男装的帕瓦娜 担心身份暴露 而受到惩罚的帕瓦娜 急忙拿起砖头 排在了伊德头上 她其实更担心 因为自己暴露 而前年到吉亚 谁知伊德那暴脾气 一下子就失去了理智 她拿起了枪 开始追上帕瓦娜 但是真的动了杀心 可是因为帕瓦娜 他们躲在一处山洞里 矮于身形 伊德被困在了洞外 在这僵持的情况下 突然山上来了一辆皮卡 他们强行带走了伊德 因为上期传来命令 前线需要士兵 所以伊德他们必须立刻 去参加战斗 她那小张的态度 顿时 教实得无影无踪 严上的表情 且完成了茫然 她要甚至战争的恐怖 她害怕极了 在夜晚回家的帕瓦娜 却收到了母亲 准备离开这的消息 因为家里没有男性 打算嫁给一个从未联系过的 远房表哥的儿子为代价 让一家人全部清晰到另一个城市 盘望娜第一个拒绝 她感觉自己马上就能救出父亲了 可是母亲觉得显然 是否抱任何希望 这不是不爱 而是被现实打怕了 盘望娜在这些时间 也见到了很多残酷 连姐姐都能同意牺牲自己 盘望娜也明白 不能因为自己的任性 而害了全家人 但车认为至少把父亲的拐杖送过去 以及告诉她 我们离开了 如果父亲有机会出来 才能找到我们 在这件事上 可是在隔天帕瓦娜出具的时候 表哥就登门而来 并且急匆匆地强暴他们立刻离开 他担心途中会有变故 毕竟现在战争已经打响 而现在帕瓦娜就先找到基亚告别 由于担心贿赂的钱会不够 伤心的基亚最终还是把自己攒的钱 都交给了帕瓦娜 他也想要离开没错 但是家里还有那糟糕的父亲 鼓子里的笑 让他怎样都无法抛制不顾 在残酷的时代 在冷血的环境 也终有像基亚这样 温暖善良的人存在 他们想与20年后 彼此要在海滩见面 可这现实吗 很不现实 但他们就是相信 一定会实现的 一定 一定 糟糕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监狱现在进端成了一团 战争地打响到所有人都一场紧张 纳扎克用自身关系 真的带出了帕瓦娜的父亲 只是他的肩膀却中蛋流血 监狱里发生了什么 帕瓦娜不知道 但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恩人 他必须得走了 他帮不了纳扎克什么 扎克似乎是体验过分析之痛 所以他只是不断追逐 帕瓦娜立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是母亲的背景走了 帕瓦娜该怎么办 似乎是心灵感应 但我只好是不可能 母亲因为担心帕瓦娜而选择和表哥抗议 她的态度前所未有的强硬 强硬到握住刀子流出鲜血 也不退浪 表哥被母亲吓住了 认为这是个疯女人 带回去也不能使唤 所以他没有想法了 而唐春的父亲也清醒过来 帕瓦娜特别高兴 所以说到在我们家乡 人才是最无价的珍宝 虽然母亲和帕瓦娜的凉伙人 没有立刻相遇 但这只是迟早的事情 片名《养家之人》 这个故事虽然透露出了残酷 现实和悲观 但是在结尾的收场 就让我们看到了冷间的美好 我将故事中 帕瓦娜一直讲的一个奇怪故事 删减掉了 特地有道结尾在给你们讲述 在前后呼应或许会让你们更有共鸣 很久很久以前在山脚下 有过村庄他们收获了很多 可以种植的珍贵种子 可是却被怪物全部抢走 他们不敢反抗 这些怪物把种子 全部给了山上的boss向王 村民们充满绝望 可是有一个少年苏兰曼 全面带笑容 他认为这是一个考验 他说他一定会带回种子 于是离开了村子 苏兰曼在前往山上的时候 背后总是有一团诡异的云在追赶 他不断逃跑 结果跌入了山下 但幸运地被一个老人给救了 苏兰曼把自己要准备做的事 和村庄被毁的事都告诉了老人 结果老人知道战胜向王的办法 首先需要收集三个宝物 一个是闪着光的东西 一个是用来抓捕 还有一个是让人平静的 具体是什么东西 老人没说 苏兰曼相信老人的话 可是那段鱼还在跟着他 但幸运的是苏兰曼躲得起来 还遇到了一个老奶奶 苏兰曼听老奶奶记得羊奶 结果老奶奶给了他一个发光的镜子 在镜子上他看清了那团云的真帽 原来是一头马 苏兰曼那为马是饿了 于是拿走了旁边的草料给马吃 结果却已经拿到房住了不满 房住把苏兰曼丢进井里 让他拿了宝石才能出来 可是随手可得的宝石 他却带不出来 那头马吃饱后 却发出了神奇的叫声 让井里的宝石一直掉落 最后叠成了一个山丘 让苏兰曼爬了出来 里面的骷髅还拿了三个宝石 送给苏兰曼 苏兰曼拿着宝石和地主交易 却得到一张渔网 第三个宝物苏兰曼没有找到 他直接上山去挑战想王 利用镜子反光打败了怪物 最后用网困住了他们 可是宝物都用光了 苏兰曼看着向王冲过来的身影 急忙讲了一个故事 我叫苏兰曼 我有一个做老师的父亲 但是我却见不到他 因为我在路上捡到我一个玩具 结果他爆炸了 后面的故事就没了 因为他没听到了 很短的一个故事 却让向王停了下来 第三个宝物就是故事 其实苏兰曼就是帕瓦娜的哥哥 他已经死的 是在捡到地链被炸死的 向王最后把种子还给了他 本来一个因战争而残酷的现实 却被改编成为一个勇敢 惊异的冒险童话 这部动画的寓意很深 从苏兰曼的故事和帕瓦娜的故事 都是一个童话 因为大多数人更会相信 帕瓦娜最后没有救出自己的爸爸 母亲也没有逃出表哥的掌控 这本就是给成年人看的一部童话 既扬却又美好 现实却又梦幻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 在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